近日,河南省驻马店市平渝县某国企赤资3亿元以采购5000台无人机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 据永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月28日发布的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称 永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延程永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与平渝县畅达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于2023年8月27日签订了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亿元 海报新闻记者查询相关公告了解到,合同标的为5000台无人机 产品型号为永岳智能X40C,除无人机外,还配有遥控器,手持测绘器,智能电池,燃油充电器等设备 整体价格为6万元每台 对于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公告中表示 平渝县畅达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17日,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主要股东为平渝县交通运输局,持股比例100% 按照约定,合同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 畅达交投需向永岳智能支付合同总价的20% 合同签署后一个月内 畅达交投需向永岳智能支付合同总价的80% 随后记者在严惩永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官网查询发现 X40C型号无人机的宣传标语中写道 大载众播种喷洒无人机,专位撒肥而生,是以小麦、水稻、油菜、毛豆等高密度作物 一次购置5000台,此类无人机,适合用途 对此记者多次拨打了采购方平渝县畅达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电话 但始终无人接听 记者注意到,此前该公司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畅达交投负责河南平渝通用机场的运营 机场运营需要用到这些无人机 无人机最后会转交给专门的运营公司来使用 而此次采购引发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于 2018年5月份,河南省发改委发布的 《关于河南平渝通用机场项目核准》的批复中 该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 而此次无人机采购就高达3亿元 远超机场项目的总投资额 此外,平渝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 2020年2月,平渝县才摘帽脱贫 是河南省最后一批摘帽的贫困县之一 这次一出手就是3亿元的大订单 不由引发对于这笔订单的诸多揣测 针对此事,记者电话采访了平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需要咨询相关职能部门 及交通运输局 平渝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则回复记者称 该企业只是名义上属于交通运输局 但开展业务都是自主的 与交通运输局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于此事,台报新闻将持续关注